工作有没有按时完成 面对惠子的询问 义雄的回答也足够坦诚 他告诉惠子 自己这次工作完成的顺利 主要还是要靠妻子的帮助 在这场感情中本来就没有安全感的惠子 听到这话之后十分的愤怒 当即就和义雄争吵了起来 甚至还质问义雄 什么时候才能娶自己回家 没错 在爱情里每个人都是贪婪的 现在的惠子已经不是之前无欲无求的样子 他一心想要霸占义雄所有的温柔 可他的行为在义雄眼里就是无理取贸 气头上的义雄甚至给了惠子一记耳光 可惠子也不是吃素的 随即和义雄撕打了起来 义雄更是毫不顾及惠子现在的身体状况 将他重重地摔倒在冰冷的地面上 两个人的这场战斗那叫一个轰轰烈烈